张力并不领情 反而十分嚣张地说 我觉得我就是她 现在我和梅姐的内心靠得很近 因为我每天都在想 我就是她 我就是梅艳芳 然而最让人生气的是她接下来的一番话 说梅艳芳就是属于英年早逝 我模仿她 也是为了让大家纪念她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 图磊大胆地说 你这是不尊重逝者 有点过分了 但是 张力压根就不在乎 反而是显得十分骄傲 她说 我还要开演唱会的 很多粉丝都在等着 我不会在乎你这种看法 两人在节目中火药味十足 差一点就刚起来了 演唱会结束后 刘德华还对张力说 你模仿梅姐很像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看出来你用心了 但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 才能走得更远 毕竟 无论怎么模仿你还是张力 不是梅艳芳 但是张力回答说 我就是梅艳芳 谁不服气可以试试 模仿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也终究是艳品 这样的心理 让主持人说 你该去看看心理医生了 最终节目不欢而散 张力直接走人了 网友说 只需某个特征项就可以了 完全没必要把自己整成梅艳芳 再怎么整 也不可能一模一样 有着功夫 用在练习模仿梅艳芳的歌曲 或唱出自己的特色 起不更好 可是 人家张力都赚到了钱了 三千五百的工资 晋升成为千万富翁 你说他不开心吗 会跟钱过不去吗 小编认为 这就是模仿者的悲哀 模仿的始终是假的 根本替代不了本尊 如果观众不再念旧 不再有情怀了 那么 他们也就走投无路了 梅艳芳曾是娱乐圈的大姐大 获得过金针奖 是娱乐圈最高的荣誉 并比肩张国荣 这种成就和魅力 真的不是模仿能做到的 还有就是做人 梅艳芳在娱乐圈中的好人缘不是吹的 四大天王无一不尊敬他 张力通过自己的努力 无论是整容还是私下学习 这都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世界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可是尊重逝者 是基本的 彩虹的模仿 也得靠去世的人吃饭 要保留感恩之心才好 你们认为呢